現在教導檢查下圍洞是否有問題 如果機器發生重複駕壓的話 首先我們先檢查一下是上圍洞或者下圍洞有問題 如果是上圍洞有問題都要正常碰安全擋板 它機器還是會退出來 那如果是上圍洞有問題的話 你碰安全擋板它是退不出來的 那現在的話我們開始先檢查 把電源關掉 檢查一下下圍洞的開關是否 異常把面板拆掉 再將左右兩側的兩顆螺絲拆下 採檢查一下 卡通 12,800元 10分 各旗 1,800分 4,800分 加倍 拆下之後 我們將擋板的拿開 將扇蓋打開 面對機器的右手邊為扇圍洞 然後面對機器的左手邊為下圍洞 現在的問題就是因為 進去之後下圍洞 碰不到 下圍洞擋板碰不到圍洞開關 照著它在底下重複下壓 那這種情形的話我們要看一下 這個擋板往下調一下 往下調整 讓它接觸到下圍洞 看是擋板的鐵片跑掉 或者是圍洞開關有問題才會有這種情形在 那如果要用圍洞開關的話 把這兩顆螺絲拆下 這圍洞開關就可以拿下來更換 這是更換 重複下圍洞的方法 那如果上圍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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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往下圍洞的重複下壓的話 它是往逆時針轉 順時針轉 我們一樣 檢查這個擋片 是不是有碰到這個開關 那如果沒碰到 我們要接觸到開關 這樣就正常了 所以我們首先要先判斷 它是順時針轉 或者逆時針碰不到圍洞開關 如果是順時針碰不到圍洞開關 可能是三圍洞有問題 那如果或者是逆時針轉的話 碰不到圍洞開關的話 就是下圍洞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先確認這一點 不然就是看一下線路 是不是有斷掉或什麼之類的 才會造成那種重複下壓的情形